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蛋 今天是台北國際知情車展的第一天 我現在人在世茂 今天沒了沒有來 因為他人現在在國外跟他媽出國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人 我自己來去參觀一下 那昨天的影片 我們有介紹了最新的一台TCR 那今天我們想來看一下說 在今年除了最新的TCR 有發表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新東西 那其實原本我們沒有打算要拍這支影片 那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搬到國外巡述 會去生活一段時間 其實對我來說呢 就是想要趁這個機會 剛好來看一下在單車界 這一陣子以來認識的朋友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非常謝謝 關於自行車呢 在這一路上有陪伴過我們的 不管是朋友或是廠商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 讓我們感受到 自行車是今天這麼好玩 這麼有趣的一件事情 謝謝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走 好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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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中間這邊也是有一區 跟去年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有一區 在展示一些新東西 在門口這邊有兩台 展示著一台美麗達 一台LIF 傑安特的 兩台的GRAVO 其實GRAVO這東西呢 也是在台灣比較少見 但是其實GRAVO這種車 在國外的話呢 你就是 你可以不只騎乘在公路上 你可以任何路段 你就可以嘗試的去騎過去 而且你還是可以享受到那個速度的感覺 GRAVO有機會想試試看 這邊外面展示的一區呢 是E-Bike 其實E-Bike呢 在台灣 我覺得能見度呢 算是有慢慢的變高 但我們其實在國外喔 很多種不同造型 不同方式的這種E-Bike 還有籃子在後面啊 籃子在前面啊 這種不同的 而且很多人喔 他們外送 他們用的是E-Bike在做外送 非常特別 而且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棒 非常不錯 適合當交通工具 代付工具 也適合呢 家中的長輩呢 或是家中的另外一半呢 來參與 共美食騎車上 很適合用E-Bike 那中間這一區呢 展示的是 自行車的一些相關的周邊商品 像是 自行車小包啊 或者是 內襯啊 或者是一些後登啊 前後登 還有像是自行車的手機架 這邊也都有展示 好那現在看完了外面的展示之後呢 我們去看一下 一到四樓有什麼 這邊是四樓 主要的長區呢 是在四樓 那我猜 一樓應該會比較偏 material類的東西 我猜 那品牌場 可能會比較多在四樓 是嗎 不確定 先去四樓看看 OK 謝謝 OK 我這邊呢 一進來呢就是 Besby 大家熟知的電斧腳踏車 超漂亮的 而且造型前衛 右邊展的這邊呢 是X-Man的腳踏車 X-Man也是 我蠻多朋友呢 會推薦 蠻適合 剛入門腳踏車的時候 其實如果想說 要選擇 捷安特或美麗達 其實X-Man 也是很棒的選擇 這也是電斧車 哇 跟去年一樣 Besby旁邊 就是Birdy 我們上次呢 帶Birdy到紐西蘭 跟澳洲 就是騎Birdy的腳踏車 Birdy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太平洋自行車 台灣品牌 台灣的腳踏車 那時候在國外騎的時候 好多人在問說 欸這腳踏車是從哪裡買的 從台灣買的 這邊展示的呢 是他們今年新推出的一個 非常適合在林道 Bravo 你可以騎著你的Birdy 然後去露營 那你看 他這邊就有Birdy的一些配件 周邊配件 那包含帳篷 你都可以用你的小折 去做攜帶 而且Birdy我覺得最棒的 就是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種顏色 絕對可以挑到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如果你還是挑不到你喜歡的顏色的話 可以去找特色版顏色 又或者是呢 找傑斯任 這邊看到的呢 就是Birdy他把它收起來的樣子 如果說我平常要自己推的話呢 其實收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往前推了 非常方便你要上下交通啊 或是你要進電梯的話 其實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很輕鬆 你就可以用你的小折做移動 那其實他在做展開的話呢 其實也是不會花到太久的時間 也不會太費力 哇賽 捷安特 這就是捷安特 TCR Gen10 OMG超誇張的 在捷安特 絕對是 我看過最棒的捷安特 他更新 更新巧 更快 你看 這個騎起來的感覺呢 就像是一個 這個呢 跟車子合在一起的感覺 超棒的 你這次要我抱著你的概念 是不是 你現在好孤單喔 你現在找一個 對 反正我現在委單身 但委出櫃也沒問題 我今天要找很多人出櫃 我們這次呢 因為捷安特的第10代的TCR 我們已經在上一次影片介紹過了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電斧車怎麼樣 現場夾安特展示的三台車啊 其實只有一台 在台灣買得到 其他兩台在台灣都買得到 那在哪裡也買得到 國外 喔就是叫我出國買 是不是 但台灣有不同的相對應的等級 可以去買 像第一台是現在最熱賣的一個 米托恆一 所以當然差別是 它現在外觀跟880車其實很接近了 你可以看它的電子是整個產生在一個 碗內 那它的電子是用Pretasonic的22700的電子 所以它可以的電容量其實是更高 所以可以讓它的一個 那麼小的一個體積裡面 就可以400W小時的電量 那它的電機是跟日本亞馬拉開發的 School2的電子 那它的開機從上面就可以來開機 然後透過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電量 跟所有的助力模式 可以透過上面來去做調整 直測的續航其實基本上 100公里以上都是沒有 那其實說 Pretasonic的電子 我那邊也有 是城市款 車款 那小澤也是有 好 叮叮叮叮 時間到 其實這一次掌握的是整個layout 跟去年蠻像 所以去年有來過 今天應該可以蠻熟悉的 美麗達 Pretasonic 兩家都在旁邊 那對面就是樹蓮跟芝麻 來到下一個我的愛牌 TOPIK YO 可以吃糖果嗎 可以啊可以啊 沒有啊 不要吃啊 TOPIK也是我近期非常喜歡的一個產品 它的產品包含了前中後的單車包 那或是這些 還有一些周天商品 像你的前後燈 或是你的維修器具 你的腳架 或是甚至到了你的行李箱 單車行李箱 或是前後燈 這些全部通通都有 這些全部通通都有 像這個 不是很酷的 就是 它是一個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車上面 然後把頭腳夾在裡面 那你如果是用網 施網 也是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非常不錯的東西 這個 單車行李箱 也是我這一次 我出國呢 的其中一樣行李 這個 就是靠它 我會把它帶到國外去 那其實TOPIK 有非常多的單車包 那其實 bu packing 是我們接下來未來在國外呢 我們有一個主要的單車影片系列 我們就會走mip packing的路線 然後我們就會帶著我們的單車 帶著我們的單車包 去歐洲 還不確定哪些路線 我們就去走走 這樣子 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單車展的攤位 兩位主播 在前面跟大家介紹 大家熟悉的兩位美女 這邊呢 就是這一次 會來到我們單車展KOL 那 Linda 大家請多多支持她 很認真的女孩子 對 我覺得很多人喔 很多大咖都在這裡 來 新店奧特曼 接下來呢 他要到國外去發展喔 對 我們祝福 你也是要去哪一國 去斯多維尼亞 然後蠻靠近義大利的 喔 那所以你是會住在那邊 會 然後甚至先去一個月 然後 比那邊的 一個Tour 然後一些單字賽 回來之後比大運會 然後我們回來之後 就會開始去日本 去中國 一些地方比賽 然後就會一起過去 一起去中國 哇賽 他們應該很期待 會講中文喔 我們也很期待 未來看你的影片呢 可以在各個國家比賽 目標那個 所有的比賽 只要在台灣都不能做 好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真的是很優秀耶 我們那個台灣真的是 目前單車界最優秀的年輕人 不要這樣說 大家都很優秀 對啊 好 那大家也多多支持 新店奧特曼 好 那接下來看到的這邊呢 就是這個 Vision FSA 我們自己也是用Vision的輪子走 其實用了一陣子 覺得很棒很不錯 剛性很清楚 屏幕很順 踩起來 只要你瓦數夠的話 這個輪子 這個 45 60 還有更高的 還有更高的 這個 這個 絕對絕對 可以讓你瓦數在到的時候 讓你整台車非常順的 一直在往前推 一直在往前推 其實我自己呢 是不太喜歡騎屏幕的 但是自從我換上了Vision的輪子 我就覺得 哇 騎屏幕 順 那Vision FSA 除了有做輪子之外呢 他們一體把 三鐵用的 那功率大盤也都有喔 兩位是廠商嗎 沒有 沒有 我以為是廠商耶 看一下 看一下新的TC 欸 新的塗裝 車隊版塗裝 用電鍍風格的 超帥的 對啊 很帥 你覺得 你對SRAM的 Operbun 比較喜歡怎麼樣 SRAM跟Shimano的 這兩個比較起來的話 Shimano它充電很方便 它充電就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充電 但是 SRAM的話呢 我要兩個 拔下來充 充完再交換 但它的好處呢 就是 我今天一個沒電人 我只想要用大寶箱 然後用後面的話 我就把那個 沒電人這樣換一下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對那 SRAM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它有做到36 所以真的真的 怎麼樣 它還是可以有最後一個磁力上去 好 新手 忘記中間的 或者是 拿不動的人 但是 OK我必須老實說 Shimano Dura-X的煞車 真的是 夢幻感 像奶油道一樣 這麼順 好 OK 現在The Logo的圖裝還蠻帥的 現在都有兩種顏色 三種顏色在混合 已經不像以前單車了 這是你跟Pocaccia最近的距離 真的嗎 是 他最近什麼 單飛80公里 完全沒有人抓得住他 有耶 單飛80公里 我騎80公里 我就不行了 單飛80公里爬車3000 Pocaccia 與Pocaccia最近的距離 我只能跳恰恰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這邊呢 是 躍躍單車的展位 那近期呢 躍躍單車也是 代理了非常非常多 很棒的品牌 像是現在展示 在展示的VB 像是 PSC The Service Cruise 那除了車衣 車服 還有安全帽 風鏡他們有在做代理之外呢 他們也有代理非常多 很棒的腳踏車 像是Tams 像是Wheeler 都是在台灣 現在在躍躍就可以買得到了 哥 有修Girl看嗎 沒有 沒有啦 我可以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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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Unico的車 先講一下它的型 它是Zero SLR 就是它是踏脫車 跟之前介紹這台FBJ 它不一樣 它是空立車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車款 那它就是輕量化的 踏脫車 講一下它比較特別 它叫做Unico 它是跟藝術家聯名 因為它覺得說腳踏車不只是腳踏車 它其實是一個藝術 那它就應該跟藝術結合 大家會看一下這個 它其實全部都是手工遮噴上去的 真的會有手工的痕跡在裡面 其實每一台車還是有些許的 變速是 我以為看得到售價 這個變速是Campy的Super Record 新的12速 Campy今年也有出新的12速變速 其實我覺得這個單車跟藝術品真的是很像 因為有時候擺在家裡看我就覺得很舒服 那藥院呢 他們現在在代理的這些車衣啊 車子之外呢 其實像很多周邊啊 像是包包他們也有做代理 那藥院呢 我覺得絕對是我參加過最豪華 最好吃的單車約騎 他們呢在不定期就會選擇一條舒服的路線 然後你就可以去參加它的路線 一起騎車 騎完之後呢 然後再一起吃東西 重點是呢 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抽獎 抽的真的是超棒 超豪華的東西 像整套車衣都抽的到嗎 哇這裡 可以看到他們代理的這些單車包包 也是很漂亮很可愛 這怎麼還有LED燈啊 他們現在新出的這個包包呢 就是它這邊有顯示的畫面的屏幕 然後這個字呢 要更改的話 他們有一個專屬的APP 可以直接連到這個上面 對比如說你摔車的時候 搞不好你可以用手機打開來 然後寫SOS 那它就會跑出來 沒錯沒錯 我們會有提供一些內建的 直接 拿手機先撥電話吧 我知道 它可不可以寫是那種環島中這樣子 它這樣子跑馬燈 這麼快就看到你了 嘿 我們美尼亞最漂亮的 大家 都行 還沒講完 來 燙到 燙到 你手怎麼了 燙到 哇賽 嗯 這要做什麼 我們的 Circle跟Dynamic的 很酸 這樣掃得到嗎 就是 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攤位呢 是Dynamic 美尼亞國際現在代理的這個Dynamic 那除了剛剛有看到了這些運動補給用品之外呢 那其實Dynamic他們已經進來台灣很久了 有像是單車鏈條 鏈條油啊 或者是你清理車子的洗潔劑 我們很常在台北的天氣啊 就很適合用這個 因為 油碰到水啊 它馬上就會浮化 所以用水性的蠟呢 會比較適合一點 OK 哇 哇好酷喔 好東西 對啊 現在這邊在展示的就是 它這邊有一個小的機械 然後你把它裝在你的腳踏車上面之後 就變成電動車了 它就直接卡在碟盤上面 嗯 不好 要吃飯 要換它們自己家的碟盤啊 對 它那個碟盤有特殊的卡順可以卡上去 這個在測試你的腳踏車 你會有一個衝動器 所以當你乘車的時候 你走到這裡有更多的力量 喔 它是自動的 自動的 它是50km的 2小時的充電 OK 很好 你拿到工作 你拿到這裏 你放在你負責 你放在你負責 你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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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放在這裏 你放在這裏 你放在這裏 謝謝 嗨 嗨 嗨 你今天怎麼這麼漂亮 我今天要被攝影師說 應該這樣 哈哈哈哈 沒有 我想說我平常都太邋遢了 今天要主持就要 我剛才去網紅直播間這邊 我知道 今天很多美女 最主要的那位怎麼還沒看到 好險 今天還看得到你 明天早上 後天早上 喔 好 謝謝安安 美樂今天有來嗎 美樂在忙是不是 對 她在忙著出國 喔 忙著出國 對 我看到她去杜拜玩 對 好羨慕喔 好開心喔 好熱會 同樂會 好開心喔 耶 耶 耶 謝謝 好開心喔 好開心看到你們 真的 加油加油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會先到這裡喔 那我們這次呢 就有來參觀世貿一館 那其實在世貿二館呢 也有很多品牌的展出 也有腳踏車的試騎 也有很多周邊商品的展示 其實在世貿一館二館都可以參觀 好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喔 那我們下次歐展見了 掰掰 有空想拍es 來拍某 Esse Liu 今天的影片 拜託 明天 墜